台北现在有一个男子一次感情不默从酒楼跳下来 坠落处是一间KTV的门口 有客人说好险哦 早一分钟下车了 不然的话就倒霉了 但是当时就正好有一个机车骑士骑车子经过 男子从天而降 插个几公分就砸到人相当惊险 大白天马路上拉起封锁线 以免男子从酒楼一跃而下 地板上留下一道长达一公尺长的脑浆和血迹 男子不信当场爆头 遗留一只黑色鞋子在现场 事发地点是一间KTV大门口 当时机车骑士正好骑车经过 坠落男子从天而降 差点杂重骑士超级惊险 那时候就是这边有车子停在这边停红灯嘛 然后就是我听到蹦一声啊 然后那个他的鞋子就飞过来这边 很像人家我们在关那个车子的后门 那机车骑士骑过去好像有被他吓到然后跑掉了 警方调查25岁国系男子住宿在跟KTV同一栋的大楼汽车旅馆 疑似感情不顺 15号下午从酒楼跳下葬送宝贵性命 坠楼时跟机车骑士擦身而过 差几公分就会砸到人 骑士险些丢了小命 留下这惊魂一幕 绝对新闻 肖志光修华穿戴秋容 台北报道